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非常敬佩赵谷的诗才 几次想要求取赵谷的诗而不可得 一次他听说赵谷要来苏州 认为机会难得 便想出了一个又请赵谷做诗的妙计 他断定赵谷来苏州后 一定要去游林岩寺 就先在寺前的一个显眼的地方 写了言由未尽的两句诗 赵谷看到后果然提笔在后面续了两句 这样四句合在一起 变成了一首完整的绝句 因为赵谷后续的两句 比常见的两句要好 所以后人就称常见的这种做法是 抛砖引玉 此计用于军事 是指用相类似的事物去迷惑诱骗敌人 使其懵懂上当 中了圈套 然后乘机击败敌人的计谋 砖和玉是一种形象的比喻 砖指的是小粒 是诱饵 玉指的是作战的目的 即大的胜利 引玉才是目的 抛砖是为了达到目的的手段 钓鱼需用钓耳 先让鱼儿尝到一点甜头 它才会上钩 敌人占了一点便宜 才会勿入圈套吃大亏 秦孝宫时期 秦国也只是西方的强国 对于中原各国的事物 并没有什么发言权 秦孝宫是一个有报复的君主 希望能够通过一次彻底的改革 来提高秦国的实力 秦国本身是奴隶制残存最为严重的国家 大贵族对于国家的贡献寥寥 却消耗着大量的国家财富 占有着大量的人口 浪费着巨大的生产力潜能 于是急于图强的秦孝宫和商鞅一拍即合 作为一个法家人物 商鞅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消除贵族和平民身份鸿沟 以军工为核心价值观的社会形态 建立保甲制、小农的土地制度和宗族家长制 任务非常复杂而艰巨 然而商鞅认为 首先要担心的不是这些目标能不能实现的问题 他首要担心的是信任 想推行自己的改革方案 就必须先获得民众对改革的信任 因为在一个贵族和建民二元分割的社会里 要打破这种贵族垄断 就要获得建民阶层对改革的认可 为此商鞅绞尽脑汁 最终他想到了喜目立信的办法 他在当时的首都岳阳城的南门 竖起了一根木头 然后宣布 如果谁能把这根木头从南门扛到北门 便能获得十斤的赏钱 这个消息一传出来 全城都沉浸在惊讶和猜测当中 十斤那可是普通百姓很难挣到的 但是百姓不信任商鞅 谁也不敢出手一事 都害怕钱没拿到却丢了小命 于是商鞅又宣布说 谁能够把木头搬过去就赏给五十斤 这时有一个流浪汉看到赏金丰厚 想着自己原本一无所有 就算是粉身碎骨也没什么好可惜的 于是抱起木头就往北门走 到了北门 商鞅当众向这个流浪汉兑现了赏金 看到这个衣衫不整的穷鬼 一下子翻身做了有钱人 大家都后悔莫及 从此人们相信了商鞅 他的各项政令的推进 也获得了民众的信任 可以说 喜木立信的赏金 就是商鞅抛出的一块砖 而他随后推行的一系列改革大计 就是他的玉 很显然 他的抛砖引玉之际 大获成功 好 这一季就讲到这里 谢谢